2018年即将结束 在这一年里大家有很多作品 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莫过于将逆臣沉浸如说的把 原著作为著名的仙侠剧口被甚好 该剧的改编也是面临很大的压力的 而且最初因为剧名比较长 容易被观众忽视 但是该剧一开播就收获好评 播出期间更是引领说是狂愁 成为2018年最热的影视剧之一 这部剧对原著的还原度 非常高深得 原著党喜爱 更是收获了很多剧分 而剧中主演更是凭借此剧 收获非常高的人气 成为单红人气偶像 杨子 邓伦 罗云熙 如今也纷纷迎来世界上的高峰 而在相逆播出期间 关于该剧的讨论也是非常多的 一时之间话题度不算 观众对于剧情的讨论更是甘之如鱼 加上演员们演技在线 这部剧口被甚好 是一部高口飞仙侠剧 世界越来越小了 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多了 多年前韩剧就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好多韩剧还被国内卫视播出口 而随着我国的影视剧制作水准越来越高 我们国家的影视剧也纷纷出口到韩国了 像此前的延企公路 就是一大代表不过随着香蜜的热播 这部剧也要出口韩国了 也有网友好奇 不是早就听说韩国网友看过香蜜了吗 其实就像我们平时看的韩剧一样 是通过一些渠道 转见观看的 而这次香蜜在韩国播出不一样 它是在韩国正式定当的 而且播出平台不一般 甚至还有一点让人羡慕 或许是香蜜在韩国太火了 所以这家电视台才将香蜜正式定当 在电视台播出 近日网友爆料香蜜在韩国正式定当 将作为开年大剧播出 播出时间则是定于2019年1月22日 能够把香蜜作为开年大剧播出 也足以证明其在韩国的受重视程度 而且播出平台也不一般 香蜜将在韩国CJ旗下TV频道播出 虽然不是韩国三大卫视之一吧 但是还外聚在整个平台 往往比三大平台还要好 看来我们的养子 邓伦 罗云西是要火到韩国了 此外还有一点让人羡慕 此次在韩国电视台正式定当 还起用了原件字幕 要知道以前我们国家引进的韩国电视剧都是配音的 往往会引起观众们的吐槽 感觉失去了原本 不过这次香蜜在韩国电视台播出 直接就是没用配音 而是他们的原因 比起此前韩剧在我们这位是播出 这点就让人羡慕了 韩国网友要体会到原职原委的中国剧了 为香蜜骄傲 为国产趣自豪 香蜜在韩国正式定当 播出平台的一般 还有一点让人羡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screenshots 请不吝点赞订阅明镜 avaş炼 Precis